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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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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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嗎? 卡哥不太誇張 卡哥不是 卡哥是一個紳士們來的 他不會做這種 對 這裡罵他自己 他怎麼說呢 他是關心那個地方的美女們 地方的美女全部都很寂寞的 卡哥只是過去威責他們的心靈 令到他們找回人間的溫暖 大概是這樣 開一個開心的聖誕 是呀 是呀 接著再回香港 真是白色聖誕 再回香港繼續白色聖誕 沒有了 你不過來開咪咪 我不斷抽水 不是認真的 因為都交代一下我們節目之前的事情 話說之前因為經過了兩次三集系列 所以就有一個真直播 那個真直播就是直播講故事 那次也很感謝各位聽眾Jimmy上來 我們一起上來聊天 那次還買了一盒超人老母上來送給卡哥 挺開心的 卡哥真的 對呀 有聽眾送的也很開心的 那麼Jimmy 其實都很好 他閒事有時候都有一些資料彈給我 說大王有沒有興趣說 都感謝了那天無論是聽節目 還是想再一起聊的Jimmy 再之後那一集也要說回什麼事 就是因為那次觸手王和卡哥工作或者其他方面 就有很多事情忙 所以那星期就都錄不到音 所以就做了第一次的phone in直播 不過那次的phone in直播 我知道阿觸手王你還沒有空 對呀 卡哥也聽過一陣子 他也聽到有傳一些驚訝的icon給我 因為那次都很想不到我的聽眾們 都有一些蒲犯丘座 或者是桑園和珍那樣 有看幽油白書之後 桑園是什麼 靈感很高 一有些靈體經過 就馬上感受到那隻 我有一些聽眾 我原來都遇到幾多些叫做喬喬爺 有些說出來真人真事經歷那些都幾 我做直播一天都起了雞皮 接著聽眾們都在check room 立刻打字說 嘩好驚呀好驚呀 就說可不可以找回聽眾入眉 因為有一些聽眾打眉就說 要說一下搞笑的東西 就是入眉叫做和我們玩一下 那些聽眾後面就說 剛才那些聽眾可不可以再打回入眉一次 我現在很驚呀 想找人入眉叫做緩和一下 我真的要批評一下當時說害怕的慶眾 做什麼事 你應該說害怕的時候大喊 Kyle哥好 好Kyle哥 即是你這個是說什麼 這個難忘阿里床分 放Kyle哥出來 你就不怕了 即是你說Kyle哥是辟邪之用 你這樣玩都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們 就不知道 你叫你信的那些 就靠神教嚴格來說 是愛腦屈出來的宗教 就不是真的宗教 所以前兩集都是用一個真直播形式進行 但今天就說Kyle哥為退高 老實說Kyle哥平時都很忙 難得他有些時間可以出去輕鬆一下 但我覺得都很好的 不過今集就是我和你兩個在這裡聊著 看他的事帶什麼手信回來給我們 而今天呢 因為我們 事小都沒有了Kyle哥那裡 變成有些題目都暫時擺後了一點 其實呢 我們已經準備了再之後的 cycle 要說的話 因為擔心聽眾們會覺得我們真的嚴重 沒有貨賣就離棄我們的節目 所以真的不要說鬼聽眾高台貴手 所以都跟各位真的 這次可以說了 可以預告了 其實我們接下來會說的系列 就是都市傳說系列 而這次都市傳說系列 可能就會再加一些 最少是之前我們未必有說過的一些方面 當然有些未必是都市傳說的 但可能涉及某些東西都好像都市傳說那樣流傳的 亦都是我之前未說過的範疇 都好像說過少許白 可能有些聰明的聽眾已經猜到想說些什麼 但先賣個關子 總之接下來就是這個系列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喜歡的 而回到今天 因為一來Kyle哥不在 就是他的白色聖誕 就是在海外就白色聖誕 真的整個地方都白色 真的 就是說說白無瑕 對 六雪姐 咸神經過說法無瑕 好像佛祖經過地就有蓮花出來 那種感覺 所以今天我和朱秀蘭就想了一個 叫做認知一點點的題目 當然因為聖誕那個星期 其實不只路取 map的星期 所以今天嚴格來講聖誕之前 精湛出來握個星期 就是今日這集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來個叫聖誕集談 那和大家說一下聖誕的一些 因為我想今天有些東西也算是比較有趣的 有些可能是文化一點 傳統一點的東西 但可能歐學的東西 也有其他比較珍貴一點的東西可以出來說 今天我就是跟大家講一個聖誕集團 在講聖誕集團之前 我們要多謝之前慶眾給我們一些新的資料看 近來的不少慶眾有時候會在YouTube留言給我們 除了666 佬領、集穗、戰隊有時候幾個節目都有點慶眾 有時候會留言給我們 當然有時候偶爾來不開有些就是批評的 有些就是明是搞事的 很少數的 但很多的一些意見批評其實是真的挺幫到我們的 有時候可能有些東西我們真的不小心有點錯的 他也可能會補充給我們 我們知道什麼事情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一次講 當然有些再早期的集數 有些聽眾和批評可能整集的表現差一點就不好意思了 那時候真是初初做節目高台貴手 最過辭一下再升級 否則我再重重重某些題目 真是我會的 但是如果說說有些留言 就好像我們《萬德效應》那一集 都有聽眾再補充資料給我們聽 就說 聖經內容不同了 可能都是來自英王陰定本之類的 我們之後也可以再掘一下 相關資料再留意一下 非常感激各位給我們意見 或者留言的聽眾 我們回到今天就講這個聖誕集團 其實今天聖誕集團 你們想講些什麼 其實一開始 我要先抽某一個牌子的飲品的水 你是明抽水還是怎樣 明抽水的 有沒有根據 人們陰謀講過 很浮誇 陰謀講過 也很浮誇 那我問你有沒有喝過一隻紅色牌子的飲品呢 又有氣的 紅色牌子又有氣嗎 現在是說你不立定 不是啦 我知道你想叫我講可口可樂的 我是故意不說你出來的 那隻是咳藥水來的 原本是咳藥水來的 但是無緣無故要講可口可樂 而你每逢過聖誕 可口可樂總會將聖誕老人印在它的logo上 那你就覺得自然而言 可口可樂就跟著聖誕一起的 即是將兩樣東西好像等同了的意思嗎 是啦 有傳聞話 其實聖誕老人是可口可樂公司做出來的 因為它是紅色 它製造了紅色的衣服 有些很歡樂的音樂 製造了整個月的衣服 那你提起聖誕老人 就想起可口可樂 讓你們可以買我們的牌子 一起去歡樂 聚會 這些 我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令有些喜歡聽神秘的朋友 不知道會不會 生氣的 其實你看得多不同的所謂陰謀論 你會發覺有一類真的像砌山豬肉這樣砌下去的 剛才可口可樂這隻 可口可樂 我覺得真的是砌山豬肉那一隻 那你不要說高達至紅碎星的關係 雖然那隻是粉粉底紅的 馬沙其實是代言人 可口可樂 然後看到紅色的飲料就肥了一塊三倍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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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一點提到他對家之前拍過的電視廣告 他很喜歡把外星人的東西放在自己那裡 但現在就少了 百事 曾經有時不知道有些飛碟經過 又或者黑騎士衛星他都放在百事廣告那裡 我隱約記得以前有人提過這些話題 即是你說百事的時候也挺 我自己的看法 即是無從稽考也沒有什麼支持 我自己真的純粹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是因為那時候可能他做廣告的某些團隊裡面的人 可能本身是喜歡聽這一類的食材 所以在廣告放這些概念進去 因為你想想其他可能 你說回到對家可樂 可能他在做一些 還是要整個聖誕老人 就是呵呵呵呵 又到聖誕節 呵呵呵 當然不只是聖誕節 可能是可樂的那些 以前感覺上 寬樂一點 寬樂一點 還有有時候會做一些 很美式 舊美式的那種風格的畫 那種感覺都好像比較文化 那他就特地要做一些 我不知道用這個字會不會有錯 做一些好像很新年代的東西 那就令到你覺得我們這品牌 就跟他那種品牌不同 他那種呢 就全部美式 Vintage 廚風來的 舊的東西來的 我們這種呢 很新的東西 都有機會的 我那一次是這樣 就是不想我們形象上 跟他做不同的東西 因為一邊就是賣classic 就是這麼多年來 經典口味的是我們 一邊始終他也是新店 當然好像題外壞了 但其實嚴格來說 以前百事在很多年前 初時曾經想尿可樂買去的 他的配方其實跟可樂差不多 以前曾經想尿可樂 不如你買了我吧 在他不行的時候 最不行的時候 但可樂就想著 你那時候是死的 還給你錢 你自己 病買二變去死吧 怎樣死不去 死不去就復活回 就跟他打到現在了 所以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是 有些市場上 你那隻玩經典風 我就玩新潮風 我覺得可能這個原因 令他放很多很新的東西 而且他的高層也能接受到 問題是 算好的 其實多一些廣告 我們這班人會開心 開心一點 我覺得也未必一定要 扣連什麼陰謀的東西 你只有一句 你回頭去扣 就不會扣得下 有證據 如果有人聽錯 就說我的證據 那就麻煩你發給我 就再說出來 獨家報道有什麼所謂 又不用獨家 可能我錯了 聽眾補充給我 也好 其實我們現在是說 什麼聖眼雜琴 其實我們是說一些 叫現代都市傳說的東西 就有關聖誕的 你說過可樂的陰謀 剛才那個叫做 其實還有另一個 剛才可樂的可能已經有些朋友 覺得 都很放狗謀 都很砌生豬肉 另外一件事 那個設定 或者架構上 就絕對是一個都市傳說 因為都是很無法證實 但說起來好像像層層一樣 但你聽我會覺得 再久不回答一點 話說 在日本 只是日本 真的日本 在日本那裡 曾幾何時有些 都市傳說式的說話 即是說 有人相信 日本的聖誕節裡面 是有六個小時 嚴格來說 是由平安夜的九點 到第二天 即是由二十四個九點 到二十五號的三點鐘 凌晨 這六個小時裡面 就是日本 在全年 最多人做愛的六個小時 就是被稱為日本的性愛六小時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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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找資料的時候 我找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是 嘔嘴了一張嘴 我好像是樹熊 你知哪張圖 咬著半發葉的那張樹熊圖 我好像是樹熊 拿著電話來看 蛤 因為 我也知道 很多人現在都經常說笑話 應該要把聖誕節證明 做巴黎鎮蟲紀念日 就不要經常顧著打炮 每個人都這樣說 那些聖誕街節 可能的情侶們 預約一下地方 就去 Romantic一下 也不奇怪 但是有些 我看過一些新聞 報到日本的情況 有些日本人出來說 其實大家是不是好像 已經把聖誕節的意義搞錯了呢 你是不是以為聖誕節 就是用來預約地方 不是去海外Romantic一下 就是要預約時鐘酒店Romantic一下 大家是不是以為聖誕節 如果聖誕節 真的是SES的聖誕 我就想過 因為有些人 甚至是這個傳說底下 有些人就說 因為聖誕 大家知道日本的聖誕節 當然是說聖誕 如果用一個漢字去寫 就是聖鬥士 神聖的聖 聖的聖 聖的聖就是聖的聖 聖的聖聖 有些人就說 不知道半講話 真的說 曾經有些日本人 可能當成聖誕的字 但是聖的聖 就不是神聖的聖 是性別的那個聖 心字變成新的 就是性感的那個聖 就以為是那個聖爺 但是我想 日文的讀音正常 和我們不同 我們兩個字 都讀聖 都未必中的 然後我 就有去問一個 真的認識日文的朋友 其實大家猜到我問誰 那是逸哥 不要爆名 經常爆他 沒有所謂的 就是翻譯而已 又不是平時 另一位聽眾 給我經常爆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 我可以問一下逸哥 我問他 其實這兩個聖 那個聖誼 和這個聖誼 嚴格尼 那兩個聖字 在日文的聖音 和讀音 不是一樣的呢 他就說是的 其實真的一樣讀音 甚至他直接在電腦上拍了兩個音 然後拍了照片 拍這兩個音 都是出到這兩個字出來的 但是他跟我說 其實日本 現在的人 如果讀那個聖誼 即是聖誕那個聖誼 多數是讀Honey Night 就不會讀那個聖字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字 本身的同音 曾經有些人說 有些人就當了那個聖誼 是那個聖誼 然後 甚至說 有傳 這個真的 不知道是否真的 就是道聽途說 有些人傳說 曾幾何時 有些人是 傻傻傻地相信 這個是什麼 性愛文化傳入日本之日的紀念 不是 有些咸修仔聽到會很開心的 其實我覺得 應該像是咸修仔來騙人 是啊 咸修仔聽到會很開心的 就是你幻想一下 突然間有個應男走過去 可能本身已經 女士們看到他已經春心蕩漾了 你說靠哥這麼帥子 你知不知道聖誼是什麼解釋 哎呀 不知道 你有沒有告訴我 為什麼你扮女人 我已經想一巴掌在你 我要扮一下 哈哈 然後就 你這些聖誼 其實是為什麼 這個神聖的聖誼 其實讀音跟聖誼一樣 其實這個聖誼 就是以前的聖愛文化 傳入我日本的紀念日 所以在這天 我們要遵從這個節日的傳統 然後就很好地到一個浪漫的一晚 我最懷疑其實 那不是以前的人騙人的時候 整惡的 即是搞笑的 又不是搞笑 就是搞笑這麼帥仔的人 當然那不是除了我 像我這麼面目可憎的 去騙人 可以失敗的 所以這個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總之有查回之後 有些人就說曾幾何時 好像有些人真的這樣說過 但是應該為數不多 而且傳播程度不會去到很大的 只要是維持在一輩子群人 某些人傻傻傻 會這樣做 不是啊 我記得以前 小時候 不知道是中學時代 你就是出去 幫人家說的 不是啊 因為經常聽朋友說 聖誕夜就是失身的東西 對嘛 到現在更多人說的 就是這個傳說的香港 到現在大家已經不當是傳說的 已經說是電律來的 電律 聖誕夜失身的電律來的 哈哈 就是你出街看看 就是我已經去死亂死團 就說出街看看那些人 擺明全部人都是不知道 巴黎當年為殖民星而戰的人 每個人都只顧著打炮 那些 總之就是 你查 我查資料找到 就是有叫做性愛六小時這個 傳說之旅 就是意思說 就是整個日本傳連裡面 最多人 做愛做的事的六個鐘頭 就是這樣 或者正經一點點分析 一個節日 又有假期放 又有節日氣氛 無論是老公也好 情侶也好 聚在一起 而且節日氣氛也好 其實因為聖誕節 真的傷人們 就令到節日很有氣氛 就覺得你一定要跟心愛的人 去度過這個節日 也一定要送一份考禮 沒錯 要帶你的愛意 就是這樣 還有什麼套餐 什麼套餐 例如十倍價 其實這些節日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這樣說 好像有些人 可能立刻彈出來說 你兩個獨男 即是立刻 那些酸味走出來 那些酸味走出來 那些去死去死 那些證件都掉出來 但是你那些節日 其實當時都是一些商人 吹出來 用來做消費的 就是說 你說聖誕 復活節這些就典型一點 你去到再之前些 情人節也開始越煲越大 接著 開始情人節也玩完了 不是玩完了 就是玩到玩無可玩 那些節 接著就開始白色情人節 也是這樣搏 又開始吹 遲一年清明節也要送禮給別人 我想也難一點 就是送禮給你的女朋友 表示你對她做中十八代的轉經 送紙質公仔 這麼害怕 這個紙質公仔 對你 這個是分手的節日 就是我準備撇她 我清明節就送紙質公仔給她 就代表我可以分手 接著到最後可能就是 原來這件事就是紙質普通 剩下的陰謀 紙質要輕盛 就是用剛才可口可樂的傳說 不是啦 不是的 所以這兩件我就覺得可以說是可樂一點 我真的用可樂一點 我真的用可樂一點 公務又一字 可樂一點的都市傳說 就有關聖誕的方面 但是如果我繼續再說那些可樂一點 那些聽眾們真的是 吃驚 真的想把外圖當成什麼公仔 燒發 我是不是應該是時候趕快說一些 真是 文化一點 或者傳統一點點的 聖誕那方面 真的 集談 其實如果說聖誕老人 對聖誕老人 你有什麼感覺呢 這個穿紅色衣服 整面白色騷的老人 在那裡派禮物 就出了 那些固定形象 但是你小時候 你對聖誕老人 感覺如何 對他沒有什麼印象 就是你沒有什麼特別 很喜歡聖誕老人 就是我家裡 都不太慶祝聖誕節 我家裡也不太慶祝聖誕節 是小時候 有時候可能是 就是叫做 想告訴 小時候感受一下氣氛 有時候可能出去 走到商場 你會看到周圍的聖誕老人 雪人 純綠那些東西 是 那時候也是 那些飾品 沒有那麼多燈飾 那些 但是有個形象 有個形象 我小時候就會覺得 聖誕老人 真的很歡樂 有種好像 新年見過財神 那種感覺 有一點 有一點 你這樣說 人大了喜歡 財神 這件事 可以說是因為人越大越糞便 可以說是 不是越來越多慾望 對 其實小時候 對聖誕老人 都是有種 怎麼說呢 有種 小小像 大人對財神 你會覺得 他有可能 是有禮物送給我的人 都是有種 小時候的糞便 不是因為是開心的 小時候又想要 小時候的糞便 有時候我覺得 就是聖誕老人 文化學法 可以說 當然聖誕老人 大家既有形象 都是 什麼 掛蜜 第二天 他就會 塞份禮物 然後 那些什麼 就會 我小時候有看過 聖誕老人的戲 就是 有個爸爸 要去扮聖誕老人 那些 其實是穩情片 來的 就是要準備 什麼 快餅和牛奶 給他喝 那些 好像是薑餅 還有牛奶 不知道曲奇 就放出來 給聖誕老人 派完禮物 然後 就去 叫做 吃了餅 喝了一杯奶 就走了 那我小時候覺得 如果有聖誕老人 也挺好 真的 挺開心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還是 問家裡 那我家裡沒有煙通 就是我華人社區 不會有煙通 沒有煙通 那聖誕老人 我記得那時候 家裡 又不知道 沒有聖誕老人 傻仔 又沒有這些 但是 我記得我爸爸告訴你 沒有說 這些 外國和我們不同 不是 我爸爸告訴我 是禽槍入的 聖誕老人 就是他沒有粉碎 沒有的 我禽槍入 就是 想想 如果禽槍入 跟賊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個 我們想說這個 小時候就想這件事 就是 如果煙通給我禮物 我也挺好的 這樣 但是我想過 我最想要入 大的高達模型 那我這件衣服怎麼裝呢 當然有些人 當年忘記看漫畫 就說 你很簡單 你不要真的拿你穿的衣服 你問媽媽這隻絲襪 那就帶一大盒 DX超合金都在塞進去 這樣說 但是 我人大了 就想 嚴格來說 你如果住在一個 叫做 郊外的一個 獨立屋仔裡 有個煙通 我先不說煙通 用來做什麼 大小才是 不不 那大小的一件事 煙通其實是用來 點柴火和取暖的 我先不去套租 說聖誕老人下來 會不會 就有個聖誕老人 全餐吃 就真的燒了聖誕老人來吃 但是我想 如果我夜媽媽 當我住在山區屋仔裡 煙通夜媽媽 有個肥人 拿著個袋 捐下來 還紅當當的 其實如果我 就夜媽媽媽 如果我聶昌的 我真的要射去 正常的 他應該說 鞭叉角 你給我 我真的要射去 如果你想一層 怎麼說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都多人開始 對聖誕老人的文化 就有一些 人大了想壞事 其實都多了人 想一些 會不會聖誕老人的原型 其實可能未必是 這麼正確的東西 會不會是一些 負面一點的東西而來呢 如果先講一些 後期再創作 或者後期再演變出來 或者 另一些說法 但是其實聖誕老人的 原型 就不是這麼負面的東西 沒錯 其實也挺正面的 不如我們今節就說 他的原型 我們先去完結節 好嗎 應該說聖誕節 是某種宗教 即是天主教 同一天主教 不要說分什麼其他教 好像基督信仰 可以這樣說 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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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也來自基督信仰的其中一位聖人 這位聖人叫聖尼古拉 對聖尼古拉 也差點說聖尼古拉 其實也很有名字 你是剛才說 變成不斗之拳的那些藍十字聖 不是這樣說 因為他在紅色衣服 還變成聖尼 是挺好的 即是聖字是第一位聖咒士 我相信各位聽眾 或是捉手王的指導 當然不是啦 聲字就不是姊姓當事 聲字就代表他封了城 為什麼他會被封城呢 因為他的時期應該是羅馬時期 他活躍的地區大約在土耳其附近 為什麼叫大約呢 因為他的地名 你知道古時的地名和現在的地名 始終是差距的一個月距離 我們大約叫土耳其附近 因為他的生平都一致力奉獻在宗教上 做很多所謂的報師和好事 因為看起來知道他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很投入到宗教活動 我猜應該是類似為教會做事 傳教 傳福音 我想應該是他本身都很虔誠的信徒 所以他為了教會做事 其實不是說教會 我是為神做事 為阿公做事 為阿公做事 對 整件事黑暴化了 不是說笑說笑 即是他也是很虔誠 甚至他後來也有記載 是說他成為了米拉城的主教 所以他的地位也可以說是非常之高 當然可能有些朋友會想 說到他可能也去到宗教上 一個非常之崇高的地位 照樣應該跟聖誕老人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想著會做宗教領袖 或者是這麼高級的 應該都是忙著處理他的大小事務 就不會有空去哼哼哼哼的 但是他就好像不是這樣 他不是這樣的 當然是當時的主教 就沒有那麼多 現在那麼多 沒有那個PR 沒有那個PR 加上既然他是主教 那穿的衣服一定是紅色的 然後是紅色主教 廢話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每年在12月24日 即是聖誕節前日 他穿著他那件的紅衣主教衫 騎著一匹白馬 拿著一些禮物 和他的博人可以叫做朋友也好 叫做克比德 那些人叫做克比德 他帶上克比德 拿著大部分的禮物 有傳聞說他從西班牙坐船去荷蘭 有些人就是直接在荷蘭做的 沒有力道就直接說荷蘭 那在荷蘭呢 分派一些大小禮物 餅乾 食物 糖果 給小朋友 因為那時候就 你不要想像現在這樣 可以拖個行李箱過去 可以開個速遞 可以叫順風過去 你就不要有這些東西 所以當然是真的要揹著一大個袋 真的現在典型的聖誕老人袋 那可能就再放一些車子 然後有些要派的就這樣拔下來 那可能就去紅衣 就應該說雙傳 因為紅衣 就再加上那些袋 那我不知道 可能有時機車拔一下拔一下 不知道不是 好啦 其實他騎著一匹白馬 那些人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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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因為他在後面拖著類似的貨車和黑比德一起在上面派東西 然後說說說說說是不是他聖誕老人騎著這輛車 那當然就 變化不停變化 那一點就 有些人我聽過的說法 Racism 因為黑人那時候真的是盧博利 嚴介講 那些記載就說他是盧博利的黑比德 那變了 若果有些人就喜歡拿一隻鹿 這個就是Racism 所以現在對於黑比德的記載都 可能有些黑人都會覺得是Racism 就是種族歧視 那當然記載還記載 這些先不要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說剛才那個說法 我也有看過一些資料是說另一種說法 就說他那時候為什麼會有那種 現在聖誕老人的故事的演變或者傳播傳送下去 有些說法就說 其實那時候聖尼古拉 原來就說他在十二月那時候 即是聖誕那時候 其實他就可能有穿著紅色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是關於紅衣主教士 那時候他自己 紅當當 不知道 但是總之就說他會在聖誕寺裡面 就是會拿些袋子 即是一大袋子 裝了很多一袋袋子 就是一些錢 貴重物品 或者一些重要物資 就拿了 他就不是派給別人的 他就是靜靜地給別人的 就是可能會扔進別人的煙通 扔到別人就算了 即如果有個人說我在裡面洗煙通 抹煙通 一聲就有一個東西扔下來 就扔過我 爆光 我也不知道誰這麼大整骨 應該就不會 可能會是放在別人的家裡 或者是給別人 或者扔過煙通 諸如此類的說法 也是這件事 而演變到後來 就會揹著一大袋子 然後一個老人家 然後再帶一隻禮物 就成為聖誕老人的傳說 當然 剛才我們說的聖誕老人傳說 是非常正面的一種說法 可以說是 但是 其實 在聖誕老人的傳說裡面 還有其他部分 當然有其他一些 可能都是Culture 傳統一點點的東西 但是有一些 我又今次不用Lulung這個字 今次不止是Culture 在Culture的部分 整件事出來 就可以變成 我在現代來說 是挺Culture的一件事 至於是甚麼事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第二節 禁區666 繼續和大家聖誕集談 我們續船部 四十塊 要不認真的 要不愚蠢 要不認真 就是 如果 你不認真的 咦